朋友们大家好 这些手机电池燃烧爆炸 大家有可能都听说过 像正常的这种手机电池 它是不会燃烧也不会爆炸的 除非就是我们把它给弄坏了 它才会出现燃烧或者是爆炸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 给手机更换电池的时候 有一些维修师傅 或者一些电子爱好者 他用个铁的东西在这撬 他这样撬来撬去 把电池撬坏以后 它就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燃烧 或者是爆炸了 我修手机大概修了20年了 我也没有亲眼看到过电池爆炸燃烧 今天我们就拿这块电池 给大家试验一下 我们先去室外来操作一下 就拿这个刀子 然后把它捅烂实验一下 见证一下 看它到底能不能燃烧爆炸 这个是有危险性的 大家请勿模仿 好 现在就是这块电池 我们开始把它捅破 也不照啊 这它照了它不照 这块电池都捅了半天了 它也不照 外边这个温度是非常烫手的 然后它也不冒烟 捅了半天 它也不照 不照 我给它浇点水 看一下这个内部温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电池没有燃烧的原因 它应该就是给它捅破以后 还是等待的时间太短 如果等待时间再长一会儿的话 它里边的热量越来越高 热量越高 它肯定就会慢慢的先冒烟 然后就开始燃烧了 我这是正好刚才啊 做试验的时候 我调里边来人了 所以我要去干活 干活我去屋里边干活 然后在室外 怕它自己燃烧了以后 伤着别人 所以我就用水 给它给浇了一下 让它泡了下水 不要再用这一块再多试验了 因为这个东西 对空气啊 一些东西也比较有污染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观看